大家好,现在是2021年8月25号的早晨 欢迎收看这期节目 我们看到随着美国新增的新冠感染人数 开始出现达到某种顶峰和转折的迹象后 市场再次开始对美国的经济增长表现出了乐观的情绪 截止收盘美国三大股指继续走高 其中S&P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都创下了历史新高 那么值得我们注意的消息有三个 首先隔夜美国股市收盘之后 美国众议院通过了3.5万亿美元的预算决议 并通过了1万亿美元的美国共和民主两党的基础设施法案 那么这次投票结果将使得之前美国参议院通过的基础设施计划 开始朝着最终的通过一步一步前进 其次在市场开始重新对美国经济增长表现出乐观 以及Delta病毒在中国的传播出现减弱的迹象后 特别是在中国央行行长易刚表示 货币政策将支持经济需求之后 我们看到国际原油价格是继续走高 但是美国能源部在星期一表示 为了遵守立法 美国能源部将从战略石油储备库存中出售最多2000万桶原油 而交付的时间将是在今年的10月1号到12月15号 所以这是不是会给原油价格造成一些短线波动 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最后 马来西亚的疫情正在进一步加重全球半导体行业的锻炼风险 在今年6月份 马来西亚首次为了防疫而祭出封锁的时候 当时马来西亚的公司被允许以60%产能进行运营 并且当超过80%的员工接种疫苗后 他们将能够达到100%的产能 但是现在看这一切显然已经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 我们看到为了符合政府的卫生要求 马来西亚的一些工厂已经被关闭了好几个星期 根据IHS的预测 由于持续的半导体短缺 仅仅在2021年第三季度 全球就可能会损失210万辆新车 并且IHS估计 这个情况可能一直会持续到2022年的第二季度之前 那么这就是这期节目的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